大家好,又回到我们《妄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了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事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财斯珍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网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 三个频道《妄向正向晒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我们频道遇上了经营困难,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好了,今节我们讲讲 澳洲的事情 澳洲的疫情,我们会在直播中讲 疫情之外 澳洲可能有另一场大的健康危机 之前亦都五年前 导致有十多人 离世的 大批人住院 专家已经发出警告 究竟是什么?可能很多人没听过 名字叫做Thunderstorm Asthma 烤喘是吧 是,叫做雷暴哮喘 是不是大家听过呢 其实 维多利亚洲2016年的时候 大规模 有这个雷暴哮喘 Thunderstorm Asthma 有人担心 现在 又来了 又来了 可能 维多利亚洲的医疗系统 会雪上加上 现在已经 崩溃边缘 再加上 其他东西都很麻烦 又有新冠 又有 雷暴哮喘 原来 维多利亚洲的医疗 有些叫吉隆 有些叫吉隆 吉隆 维多利亚洲的医疗 其实是第二大城市 维多利亚洲 他们医院的急诊 科 看到一样东西 原来 有患者 就出现了 这个 雷暴哮喘的患者出现了 他们急诊科的领导 正在 进行 详细的规划 以防 会大爆发 确保 这个 雷暴哮喘 爆发时 可以应对到 患者的激称 来自维多利亚洲 迪勤 迪肯大学的 环境过敏专家 就叫做 Sophia 他就说 现在 有几个主要条件 促使到维州 有机会 会有健康 大危机 来源于 雷暴哮喘 可能11月就有一轮 大爆发 包括花粉 计数高 还有 濕度在内的主要条件 当时 2016年 11月 就是 维州 就有十多人 因为 Funderscom ASMA 即是雷暴哮喘 离开了这个世界 亦是 该州历史上最严重的一年 那 究竟什么是雷暴哮喘呢? 现在是不是一头无水呢? 是的 关不关雷暴的事呢? 是真的关雷暴的事 是真的关雷暴的事 现在对于澳洲来说 就是草花粉季节 酵犬和花粉症 会出现在这个季节 而且是不断增加的 亦都令到 有人患上雷暴哮喘 流行性的雷暴哮喘 被认为 在大气当中 或者叫空气当中 大量的花粉和某类型的雷暴 罕见地结合而引起 真是关雷暴的事 它就会造成 短期内大批人出现哮喘的症状 草花粉 这些 科粒会随风飞起 飞到很远的地方 有些花粉会爆开 散发出微小的粒子 如果聚集在 雷暴 到来之前的震震狂风 这些粒子虽然很小 但是震震狂风之下 很容易被人吸入肺部的心处 引发 烤喘的症状 而且 令到你 极度呼吸困难 其实 老实说16年的时候 我是听过一下 估不到 是这么大的 这种症状 可能 变得非常严重 而且发展得很快 传播也很快 很多人 同时是需要 医疗的帮助 令到医疗 服务系统 带来巨大的压力 尤其是现在新冠 真是很大事 流行性雷暴哮喘 事件 不算很常见 不是每年都有 但是 今年好像也有些端倪出现 一般发生在哪里 就是东南部地区 10到12月期间 草花粉季节 可能就会发生这种状况 雷暴哮喘 会影响两种病患者 就是哮喘 和花粉症患者 特别是那些 老虚可能有点危险 幸好不是在澳洲 特别是那些因为 花粉症 而有 气喘 还有咳嗽的人 就是为何 烤喘或者花粉症人 需要 了解雷暴哮喘 以及 在草花粉季节期间 如何保护自己 相当重要 重要的是要明白 各种各样 诱发 烤喘症状 的 因素 其实 症状是因人而異的 但是我们看看 有什么 原因 就是天气和温度发生变化 感冒和其他 呼吸度感染 还有 室内的一些 沉满 就是满床 还有 煤菌 动物 还有花粉引起的 过蜜元 原来 过量体育锻炼也会的 因为是这样的事实 如果过量体育锻炼 你的肺 是否用得太多 是吧 还有 香烟 还有 森林 火災的烟木 还有刺激性的化学品 都会这样的 都会使得 有 可能幻想 雷布的烤喘 结合 雷布 之前的竞风 更加容易 不过 这个不算很常见 但同时可以影响很多人 除了会影响有烤喘的人 以及 影响到有花粉症的人 原来 未确诊有烤喘的人 即是有烤喘症状 但是未被 被诊断为患有烤喘的人 都会有机会 而且有些过去有过烤喘的人 都会有机会 有这种病 当然 有花粉症的人都会 所以 澳洲东南部 有花粉症的人 很可能会对 草花粉过问 患有雷布烤喘的风险 就十分大 雷布烤喘 刚才那个 就是 每年的10到12月 因为草花粉季节 而发生 那什么人 最大风险呢 刚才说的 有烤喘的人 以及过去有烤喘的人 还有就是有花粉症的人 澳洲东南部 其实有烤喘 和有花粉症的人 就是这个病最大的风险 生活在 其实 既有烤喘又有花粉症的人 这个 致命率是很高的 要小心一点 当然 雷布 如果你 老实说 有雷的时候 会不会 走出室外被吹风 不过 有时候你在家里面也很凉 真是不知怎样 有时候走避不及 可能 是真的 生活在大城市 偏远地区和农村地区的人 即使没有烤喘的病史 雷布烤喘也会影响到他们 雷布烤喘和花粉症有什么 症状呢 有烤喘的人 可能发生一个 或者以下多个症状 第一 痴床疏疏 即是 气流气喘 对了 即是你 呼吸时 那些 喘气喘得很厉害 还有呼吸急促 还有感到 胸闷 不断咳手 这些症状就表明肺部 即是下呼吸度 是有感染的 这些真的要小心 其实很多人 是不理的 不如这么说 并非出现这些症状 都可以 叫做 雷布烤喘的 另外 有些症状也有机会是雷布烤喘的 流鼻涕 鼻高痕 打痴 眼睛 好痕 还有 流眼泪 这些 都表明眼睛和上 呼吸度有感染 刚才就是下呼吸度 现在这些就代表上呼吸度都有感染 花粉症 加上雷布之前的竞风 就有机会中了雷布烤喘 如果 你有 一个顾虑 担心 雷布烤喘的话 你首先要了解雷布烤喘 现在你听我们的节目就了解到 以及知道什么季节要注意 一般来说 可能的情况之下避免在10到12月期间 雷布天气外出 特别是 暴风雨来临前 刮起那阵风的时候 入屋 记得关门窗 如果你是开冷气的话 请你 将冷气开到空气再循环 即是recycally 不知 你制定一个 酵喘行动计划 比如 你问一下医生 有什么可以 帮忙 其实有酵喘的话 也 因为我身边没有亲友有 但是 我听一些朋友 他有 其实 有时候突然之间 都很危险 突然之间 雷布酵喘是会 发作 不是发作 是突然之间 因为你不知道 雷布之前的风 是否有大量的 草花粉 我这里曾经邻居有酵喘 的病史 第二 早几年 大马 经常 七八月 印尼那边会烧 巴 有很多烟雾 会飘过来大马 有一年特别严重 就是 这位老人家 就是因为 酵喘 敏感 太厉害了 那时候的烟雾 就是这样走 这么严重 是的 因为 严重程度 在我睡醒的时候 我感觉到房间 已经有一层 烟雾的东西 对于有酵喘的人来说 对于有酵喘的人来说 那段时间就是 我们在大马 卖口罩卖尼得最好的时候 还有 草花粉季节 准备适当的 一些 你自己上 被缓解药品 还有 当然 你用这些 之前当然要问医生 好像之前 那些是噴噴的 没错 最好就是 有 储務罐 即是噴噴 对了 不是 Q仔那些 不是 那些是浪费的 泥汁粉那些浪费的 说到 什么都可以 另外 如果你有酵喘的 plan 自己是有这个行动计划 即是应急措施 这样 要 随时保持警惕 将身边需要的东西 那当然是全部备好了 准备好了 如果你没有的话 就应该是要想一想 即是博立叫医生帮你想一想 或者自己 有计划 放一些 叫做 药品也好 那些 治疗的通勢也好 或者应急的电话也好 都需要有的 制定一个 好的 叫做行动计划 你最 明智的选择 就是找你家庭医生 看一看 让他 可以给你最有用的 建议 这样 应对 雷布酵喘 如果 刚才人家就说 雷布酵喘 跟酵喘的 防止差不多 那如果有花粉症 怎样防止呢 如果你 只有花粉症的话 那我也说了 请就这个花粉症 那你自己 也是有一个 plan 有一个计划 去咨询你的家庭医生 或者是 药剂 那就保护你 以免 幻想雷布酵喘 那当然 你们 都需要 避好一些 必避的药品 或者治疗的东西 那这些东西 很多都不是处方 自己搞定 就是去药房自己搞 有些东西如果你是 处方 药品 那没办法 那肯定要去看医生 那我说回当时 最近的时候 雷布酵喘大爆发 救护车 是 几个小时 就有 几百个人 要叫救护车 叫救护车服务 因为澳洲的天气 都挺神经的 好像我 刚才的阳光普照 刚刚的落冰泊 真是 不知道什么事 报纸出来说 什么必有巨灾 那这样就连年都有 我们夏天 几百场冰泊 洞房 暖叉 有什么巨灾 吃得多胡椒粉 就巨灾 对于人来说 傾家荡产 顶他 其实 这个雷布酵喘 如果真是爆发 好像16年 在几个小时内 就有几百人要叫救护车 去帮忙 澳洲的电话 就是00 好像根据当时 维多利亚州消防局 还有警察 还有医生 救护团队的数据显示 平时晚上 他们都是 20个呼叫 即是哮喘症状的 但是 因为雷布哮喘 很多人 疑似雷布哮喘 其实真的很多 本来是20个 晚上 有哮喘症状的 召唤 这个白车 就是20个 在日本 最高时 一晚就有190个 几个小时 就是 全日几个小时 就有几百个呼叫电话 所以这个也是要小心 现在的医疗系统 不能处理得及 现在很难 所以 当时都已经在那么紧张 现在就更加麻烦 是吗 现在新冠这么厉害 尤其是在维多利亚州 面临三个挑战 就是 多 暴风雨的 温暖天气 和早期 感染新冠后 免疫 系统受损的患者 亦有机会得到 当然 因为他之前 患新冠的人多 他免疫系统有些人受损 当然 最麻烦是 目前维多利亚州 医疗卫生系统 面临巨大压力 新冠之下 所以 最好如果你是 酵犬病患者 或者曾经感染过 新冠的人士 和你的医生谈一谈 因为原来患过新冠的人 免疫力受损之后 类报酵犬 亦都可能找上门 所以 和你的医生谈一谈 制定一个预防计划 制定一颗 防止敲转的行动计划 今个 夏天 比起任何时候 重要 不要到时 就搞得很麻烦 打个电话 救护车来救你 现在这样的 医疗系统 压力之下 不是那么容易 医生专家 仍在了解 新冠 对于免疫系统的 长期影响 所以 医疗专家都很担心 这类人 可能更加在 幻想 雷报酵犬的 机会 更加高 根据 Barrant Health 这间医院急诊室的主任 Blinda 博士 他就说 当 罕见的雷报酵犬事件 爆发的时候 医院是短期内有大量的个案 是短期内 你记住 他一来就 很致命 他就说 急诊部门的 领导 全个维州 都在研究详细的规划 已确保有能力应对当前新冠 亦都要 抽出资源出来应对有机会 爆发的雷报酵犬事件 真是要小心 再说一次雷报酵犬 一般来说 吸到那些有大量草 花粉的就会糟糕了 再说一次特征 就是呼吸困难 胸闷 气喘 和咳嗽 还有一件事最大事 就是人类对他的 了解不算很深 另外一位专家 Anne Stephenson 他就说 虽然 新冠对雷报酵犬的 物理影响 依然是不知道 但是 假设 謹慎 是很重要的 大家都要谈慎 再谈慎 任何 呼吸道疾病 都可能 影响 一个人对于 草花粉水平 和雷报酵犬事件的反应 真是要小心 另外 不要以为很少人 有雷报酵犬 走的人只有十几个 但是 当年 Jerlong和麦尼本 记住 在11月21日 22日期间 记录了 两个地方 两天 记录了 12,723例 和雷报酵犬有关的医学报告 万多例 两天 所以 其实 由于新冠 所以 今年 大家 很担心雷报酵犬 真的来的话 面临的挑战 是巨大的 更加巨大 太过 太危险了 实在 当然 如果你自己有花粉症 和有哮喘症状的人士 都是那句 真的必须地 找医生帮你制定计划 以及 条件的人 找医生帮你看了之后 避训 避好 一个 他说过什么 你一定要记住 要准备好该有的 治疗的 物品 物资 随身带 没有办法 因为有时候 你知道 有 这些 病的人士 烤喘 花粉症 都好 是 需要做多些工作 这个真的没有办法 这个真的没有办法 自希望 今过 夏天 这些事情少一点 这些 健康危机 就少一点 现在政府也是好的 医院也是好的 再有一个大准备 担心 因为他们担心新冠之下 那些真的患过新冠的人 他们的免疫力差了 是否会更加容易 有雷暴烤喘 这个担心是正常的 而且 是科学的 这样也好 大家 有 有备无患 是吗 是 这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